《百元經》第九卷第87則 首次在其後 返什封 希望能夠生出兒子 然後因為他很認真、很親情的關心 然後呢 這個就有了感應 後來他的妻子懷胎十月就生了一個男孩 非常的端正書廟 在世間是非常稀有的 那在小孩子出生的時候 他家裡就自然 有一個泉水自動的從地裡湧出來 湧泉湧出泉水 那水當然一定是很乾淨、很乾美、很清涼 然後呢還不只是這樣 那個泉水湧出來的時候有很多各種各式各樣的珍寶珠寶就充滿在那個泉水當中 還有呢 家裡又長出非常漂亮、非常燦爛的花樹 開滿花的樹 你們應該都有看過那種大花樹 我在美加這邊看到特別多 一棵樹一開整個樹都是花 幾乎都沒什麼葉子 非常的燦爛 然後呢 這不只是開花很漂亮的花樹而已 你會發現那個花樹上面掛滿了天衣 天人穿的衣服 那當然人間比不上 人間的各種名牌都比不上 然後呢 懸在那個樹枝上面 各種好東西都懸在那個樹枝上面 就是小孩子出生的時候他們家裡就出現這個東西 自然有泳泉 跑出來泳泉裡面有各種珍寶 長出各種花樹 花樹上面掛滿了各種天衣跟好東西 琳瑯滿目 美不生收 然後那個時候長者看到這麼殊勝的銳像 就非常的高興 就他家裡已經這麼有錢了 結果沒想到這小孩子一出生一下 讓他們家變得這個更超越一層 更富足更奢華更美不生收 然後呢就請 這個 夏命先生呢 這個幫小孩子 取名字 夏命先生就問 那小孩子出生的時候有什麼祥銳的徵兆呢 他們就講 剛剛那個泉水啊 花樹啊 各種好東西 珍寶出現的這種 銳像 然後呢 就把這個小孩子取名字叫做 重寶莊嚴 重寶莊嚴 好名字也很好聽喔 小孩子年紀慢慢長大的時候呢 他的心性呢 非常的調柔 而且非常的孝順 好大家都很敬愛他 他有一天帶著親友 好 在出城攸關的時候呢 到了這個尼居陀樹下面就看到了佛陀世尊 三十二項八十水景好光明普耀 好像百千日輪匯聚在佛陀身上一樣 他心裡非常的歡喜 就鼎裡佛祖 鼎裡佛陀的腳 然後就坐在佛陀旁邊聽佛陀說法 一聽 馬上就贈得了出國 回家就秉白父母 希望能夠出家 然後父母親也是一樣 非常愛這個小孩 就完全不能違逆他的心意 就 答應這個小孩出家 然後呢 父母親親自帶著小孩來到佛陀面前 佛陀就說 善來比丘 就虛法自弱 法福再生 自動成為沙門 精勤修行 很快就得到了阿羅漢果 然後這個三明六通 這個神通自在 然後生團的這個 比丘看到了 就特別請問佛陀說 這個叫做重寶莊嚴的這位比丘 他過去生造了什麼殊聖的善業啊 這一生的經歷 怎麼這麼 這麼好 這麼讓人羨慕呢 然後呢佛陀就說 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吳當魏辱分別解說 說無量節以前呢 波羅奈國有佛出師啊 就是居留孫佛啊 那個時候 居留孫佛 元籍之後呢 當時的國王呢 建了一個 寶塔 完全用四寶所成 高一有尋 非常高 非常莊嚴啊 收集了這個 居留孫佛的這個設立在供養他啊 那那個時候 城裡面有一個長者呢 他就拿著這個花束 大花束啊 上面掛著種種的珍寶 種種的衣服 好 還有用浸瓶裝了水 我猜水裡面也是放了很多珍寶啊 這樣子很認真的 還不是親自供待佛前啊 供待佛的設立塔前啊 發願供養 因為這樣的功德呢 吳亮節當中呢 他從來不多地獄惡鬼出身 他都一直在天上人間當中出生 而且他出生的時候 就一直有這樣的銳像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殊聖的泳泉 泳泉當中有珍寶 有殊聖的花束 花束上面掛滿了天衣各種各式各樣的好東西 跟他一起出生 一直到這一生 然後遇到釋迦牟尼佛 然後就 順利的出家 而且贈得了阿羅漢國 永遠斷出了死生輪迴的一切煩惱痛苦啊 那佛都說那 吳亮節以前在那個居留孫佛的設立塔面前 用這個浸瓶裝水 裝滿了珍寶 用花束掛滿了殊聖的衣服珍寶 供養 居留孫佛設立的 這位長者就是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 重寶莊嚴比丘 所以呢 也是一樣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佛法就是這個好處啊 他會叫我們花很少的力氣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快樂 所以 你想不想 很輕易的就過這種 富足奢華又美不深收的生活呢 重因就是這樣重的 那當然人要有志氣啊 你想不想很輕易的就幫助眾生 很容易的就過上 富足奢華又美不深收的生活呢 所以你看到這個公案的時候 你是想當那個重寶莊嚴比丘 還是你想當那個給眾生快樂的佛陀呢 所以佛陀同樣說法有的人是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阿羅漢果有的人就發不離心乃至不退轉 甚至成佛的 看你內心的志向 這個志向也不是憑空發起的 是因為清淨善事聽聞正法透過師長的教導 你才知道 要發起這樣的志向 然後同樣的力氣同樣的 心力造業下去呢 將來得到的果就會完全不一樣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部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